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文化内涵及独特 唯一等特质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从1989年开始 积极推动OTOP台湾一乡镇 一特产的地方特色产业辅导计划 透过产业技术与服务升级 及策略联盟共同行销等方式运作 不论在食品 工艺或观光休闲等各方面 都成功地塑造出台湾各乡镇的地方特色 绽放全台 并将台湾地方特色产品 月灯国际舞台备受好评 台湾要把这个地方所开发出来的地方产物 能够有效地加以生产 制造 行销 到最后推广 所以我们政府的作为就是怎么样 透过一个产品制成 包括创新研发 包装 设计 还有行销 人物人才的培训 另外怎么去加上推广 这方面去着索 另外我们也选出比较好的地方特色产业 能够跟他们加以表扬 让他们更加的奋发图强 也让其他的乡镇产也能够效法 台南县白河镇素有莲芝香的美誉 自1995年开办莲花节以来 白河莲花产业就一直停留在赏花产业的阶段 2009年 白河镇开始导入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所推动的OTOP台湾地方特色产业辅导计划 运用具历史性与地方特色的莲花特性 将地方传统产业 形塑为白河镇的特色与魅力 在辅导过程中 首先整合地方资源凝聚共识 将白河莲花产业的定位 从消费性的行为 转变具有知识性及体验性的功能 除了透过制成技术改良 品牌塑造 包装 及场域特色塑造外 并借着观摩及研讨会交流福岛转型 及莲蓉凤梨酥 莲子膏综合礼盒等新商品开发 展现莲花产业创意风貌 这样的一个福岛案里面 能够创造出这么优质的商家 已经可以凸显出产品的价值性 所以我们对这个的期盼都是蛮高的 另外 有串联白河游城 即规划春季种莲 夏季采莲 秋季莲藕 冬季藕粉的四季体验活动 塑造多元的莲香生活体验 使游客能体验白河四季都好玩 享受乐活与悠闲的生活感动 并透过行销宣传 及小小张大千 任阳莲田等活动的举办 吸引更多观光人潮 建立民众对白河莲花旅游的喜好与认同 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成长 成为全台最感动人心的乐活联想 辅导方式我们是透过 就是拉力跟所谓的推力 这两个力量交付的使用 在推力的部分 我们会透过盘点跟整理去了解地方特色有什么 第二个我们会透过所谓的分析跟整理去了解他们还缺什么 第三个我们会同时了解透过访问跟调查去了解要什么 我们会透过商品的开发 制程的改善 空间的美化 还有流程的再造 甚至于是油程的设计等等 来改变它整个的体质 在拉力的部分 我们有设置OTOP大赏 那希望这样一个奖励 鼓励业者自发的来争取这样一个荣誉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从2007年开始提供奖金 举办国家级的台湾OTOP设计大赏 鼓励台湾地方特色产品创新 促进地方特色产业的设计美学 更贴近大众需要 传递台湾生活文化与在地精神 运用台湾本土的地方材料 将地方特色结合创意巧思 让传统产品获得崭新的生命力 为地方特色产业业者开创历史新业 历年来 德江厂商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带来丰硕的业绩 并扩大通路销售点及消费客群 对台湾地方特色产品的推广 有极大的帮助 为推广台湾优质地方特色产品 协助地方业者拓展通路 创造经济效益 并打造地方特色产品的演出舞台 分享台湾各乡镇的精彩故事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特别设置 台湾OTOP台湾地方特色产品馆销售点 及网络购物平台 展售OTOP上千件精致伴手礼 推广台湾地方特色产品 我感觉到很有文化的兴趣 很有地方民族的特色 なんかカラフルで綺麗 そうですね いろんなものが置いてあって 面白いです はい 我感觉到这种品牌 我感觉到这种品牌 这种品牌的美丽的贝物 帮助人来到台湾 有很多品牌 这种品牌 帮助人来到各种品牌 展示各种品牌 展示各种文化的文化 台湾地方特色产品 目前与北、中、南 共有四个馆 分别在台北101购物中心 台湾高铁乌日站 著名观光景点日月潭 高雄统一梦时代购物中心等 充分展现了十足的台湾魅力 及台湾地方特色产品的优质形象 备受国内外游客青睿 预估每年可带来大约 大约800万人次的消费商级 提升国际曝光率 透过OTOP 台湾地方特色网 带您浏览台湾好吃好玩的地方 下载电子导览手册 及优惠券 OTOP热活电子报 除了提供会员最哈烧的台湾特色 及旅游讯息外 还有扣人心弦等店家的梦想起飞小故事 OTOP部落合等 多元媒体的广告宣传 及各项文宣品的宣传 公关活动 OTOP产业展售活动 网络行销活动 以及OTOP馆节庆促销活动 辅导店家联合优惠促销等 使OTOP能深入人们生活 为台湾地方特色产业者 开创新商机 吸引游客到当地观光 消费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与就业机会 为强化台湾地方特色产业国际竞争力 行销台湾文化 OTOP积极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国际化 以主题产业辅导计划 协助业者更具国际竞争力 如开发周边商品 带领业者到国外参战 拓展国外通路等 并行速代表台湾文化 及特色产业的共同品牌识别 提高附加价值 在政府OTOP的辅导之下 我们把在地的文化 设计在我们的陶瓷一顶上 相对的我们产品会越来越好 整体形象出去的话是不一样的 比你去单打独斗受瞩目 效果是非常大的 我相信这样子整合以后 我们有信心进入国际的市场 另外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也将推动优质地方特色产品推荐活动 严选台湾各地最具原真性的地方特色产品 推荐给社会大众 借此推广台湾OTOP意义及识别 建立地方特色产品之共同品牌形象 促使OTOP产品成为国内外送礼自用的最佳选择 怎样去推展台湾的地方特色 大概有几个面向 怎样把我们的OTOP产品往外推销 所以我们有一个国际化行销的一个耀身计划 另外我们也是怎样把观光客引进来 在台湾消费的时候 能够多买台湾的地方特色产品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更应该在这个结合相关的部位 包括交通部观光局 我们原住民委员会客委员会 那么这些单位 我们结合起来 然后怎样去把它的聚落的效应扩大 那另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帮助这些地方特色产业 在这个行销跟人才面上 能够有一个曝光的机会 包括网络 这部分我们都持续在做这个推广 协助中小企业拓展商机 一直是中小企业处辅导地方特色产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今后OTOP将扩大民间参与 推广通路标章授权使用政策 让国内外有心经营地方特色产品销售的业者 共同加入OTOP行销平台 提升OTOP产品的销售管道 与销售成绩 让全世界都感受到魅力宝岛 道地台湾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